杨采妮身穿红色漏肩长裙 显身澳门出席品牌活动 她透露春节巡回亚洲拜年 大年初一飞往新加坡会和老公 跟公公婆婆拜年 年初二又要回台湾娘家 年初三才回到香港 被问到有没有看过好姐妹梁永琪 和刚刚降生的女儿Sophia 杨采妮表示活动前一天 已经跟另外两名好姐妹李星杰和许如云看过 而且三人都同时当上了小Sophia的干妈妈 觉得很感动 你知道因为我说真的 我没有看过就是很久 应该说很久了 没有看过那么小才几天出生的婴儿 对我们都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 而且我更感动的是因为 我认识Gigi太久了 我们好像有一种从小的时候就认识 看着她结婚 她也看着我结婚 然后就看到对方就是生小孩 看到她生小孩抱着一个小孩当妈妈的感觉 真的很感动 说真的昨天不敢抱 因为太小一个baby 我们只是很爱惜她默默地在看 我就说下个月我在回来工作的时候 我就要抱那个小孩了 被问到自己的生育计划 杨采妮依旧太严 这些事情不能强求 但自己跟其他好姐妹 一直都有透过中医条理 会想生小孩其实主要是 因为一直以来自己喜欢小孩 但是我一直也知道不要强求 所以但是你就算我知道我们觉得要顺其自然还是怎么样 我还是要把身体调理好 所以我现在跟老公我们只是用很多自然疗法的方式 好像从吃的东西我开始是自己煮的 然后我们做运动啊 或者我会打坐啊那些 其实其他的运动都是想把身体调理好 不管以后你生不生小孩也会想 以后每一年还是可以常常去很多地方旅行啊 YES娱乐新闻中心澳门报道